第一天,接下來的影片 是來的 分享我的飲食習慣 在飲食時,我不是很喜歡去吃飯 一起來時,我喜歡吃牛肉麵 所以今天就來尖沙洲 吃牛肉麵 雖然來到3點,就說到真的 不過不要緊,他說開買外賣,成功買了 以牛肉麵來說,我個人是貪心的 三寶牛肉麵,牛腱、牛筋、牛蜜條 你要不要吃東西? 要多一碗 你不會嘗試吃我一碗 那我就買個正面給你 這麼大碗? 誠意 OK,那為什麼要說台灣牛肉麵呢? 因為當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我已經在台灣了 很棒啊! 是否以為我有商業卡呢? 做回農夫那句,是None of my business card 好緊張啊! 行不行啊?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都知道這傢伙去泡的了 在那深夜走吧 那本他思真思卡 不是啊! 我去台灣不是泡,是工作 他說呢,在台灣想有一個廣東話節目 所以就叫我去台灣拍一些旅遊節目 但是我有個疑問 因為呢,導演是台灣人 寫過台灣人 但是我說的是廣東話 那其實,他完全聽不懂我 那我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不明白 哇! 好像很爆 這個牛肉好像爆出來一樣 你看 多到... 但很熱啊,放下 夜飲 很奇怪 我在哪裡吃呢? 所以說出我一定要靠朋友 走了十步 就來到我經常來的餐廳 所以今天,我來餐廳 是來借我去吃東西的 你也威啊! 哈哈哈哈 那些牛肉麵呢 很好 你不用跟它說分湯 因為它本身就是幫你分湯 好 看 冬瓜茶 香港的冬瓜茶 很多都是很多冰 加水 比較淡 比較淡 但是你在台灣喝的 你是想加多些冰 加多些水 因為果然太甜 OK 都是淡的 都是吃牛肉麵 認真點 這個就是關鍵 我個人認為這個 都很足够 你看 兩大塊牛腱 然後這些 類似牛腩 牛筋 嘩!這條牛筋都叫 你也不要說它不粗 你看 OK 我知道我不會拿筷子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看這條牛筋 真心粗 台灣的牛肉麵 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刀削那些 硬一點的 但這隻就不是那隻 有一點像烏冬 對,有一點像烏冬 但香港很多時候都是這隻 這個湯都可以 其實很濃 最重要是 還有那隻有些香味的辣油 很濃 而且我剛剛才加了湯 已經沒有浸 可能我買的時候 應該說 我的麵要硬一點 就像日本拉麵一樣 你可以選擇硬度 這條牛腩 夾起來 都感覺到它是軟的 有牛肉味 偏向香港的 不是青湯腩 那隻 不是青湯腩 那隻叫什麼 香港牛腩可以分兩隻 一隻是青湯 就是那隻的味道 找不到泡牛腩 是,是牛筋 在香港吃這些牛筋 很多時候 未必燜得很軟 這間 算是燜得軟 但雖然是 我個人又不喜歡軟 硬一點 對 不要硬到 吃不到 這個就 軟了算是我的 這塊牛子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這塊牛子 很漂亮 切得夠厚 如果切得太薄 其實你根本吃不到牛筋的味道 你看到 那些筋 和肉 它的線條很出 像我的肌肉一樣 這塊牛筋 不錯 真的不錯 牛筋味 因為牛筋味 有這麼厚 你才可以咬 這樣才好吃 如果不是你吃完 等於沒有吃 薄乎一指 這什麼叫什麼 三個菜裡面最喜歡的是牛筋 這個牛肉麵 88元 如果是台北 可能是百多二零台幣 但始終在香港 有交租 所以都沒辦法 88元 但我覺得這個麵很足夠 所以是 OK 每次這間餐廳都會想一個問題 究竟它是怎麼讀的呢 牛筋 如果你懂得讀的話 你可以一留意 告訴我 不過怎樣也好 最重要是好吃 走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在下午 很多人排隊 早餐廳 所以好像我們 四點幾 才來吃 還有餡茶 沒壓力 差不多到五點 因為我們現在做個比較 所以 都是叫這個三寶麵 這個三寶麵 是86元 便宜兩元 不過它這裏就是牛腩 牛筋 和牛肚 有些分別 不過我自己都很喜歡吃牛肚 在這個食屏 就說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好吃的 華妹小番茄 對,華妹小番茄 我需要這個小番茄 這個三寶麵 這個湯太辣 這個湯太辣 好,要這個 它只用了五分鐘 就已經把這個麵 從落單 然後送到這裡 這個就是很出名的番茄 沒試過 試試試 酸酸甜甜 有點煙硬的感覺 多少華毛汁 不知道是不是華毛汁醃足很久 已經吃不到是番茄的質感 就是你吃下去不像番茄的質感 胡瓜吃了六七粒 我覺得賣相非常好 顏色上 沒有剛才那碗那麼紅色 這邊的湯底就是淡 剛才那碗很多 因為它相對清一點 所以湯的牛肉味 沒有那邊那麼濃 分量方面 這邊的應該是少一點 同樣地 都不算是很硬的 不過呢 這隻麵比起剛才那間 就是熟湯 所以這個會熟到湯的味道 但還是偏軟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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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好像蜂巢格仔 我喜歡吃這些 很爽 不算太軟 而且它吸到湯的味道 所以這個牛肉味道 很美味 留給你吃 這個牛肉筋 這個顏色就 蒸形剔透了 但這個樣子看起來 就像是硬一點 好像吃花膠一樣 它沒什麼變 不算太重 味道 但黏著一條毛 可能是 沒什麼的 應該吧 OK 看不到 糟了 我覺得這塊牛肉應該會很硬 嘩 硬了 硬 你想強調多少次 這個難搞 有第二塊 不過 這個 這個軟很多 有兩塊 一塊比較軟 剛才那塊真的很軟 像牛肉乾 我們吃的頭髮牛麵 都是 湯帶很濃 這個 因為偏窗的關係 可能 是因為人和香港人的口味 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不是很喜歡吃 很濃的味道 如果你想有辣味 它就沒什麼 但它就有很多牛肉味 剛才那個 三寶麵就是 86元 和那邊差不多價錢 都是80多元 兩家店都是黃金地段 因為銅鑼灣是尖沙咀 所以百多元都合理 而且在香港吃牛肉是偏貴的 所以 合理的 還有這個 小番茄確實有驚喜 因為在網上食物 有人說這個真的挺好吃的 我這次第一次吃 它真的有驚喜 這個 哇 小番茄 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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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可以有獎勁 OK 如果遲些生一個兒子 我一定會教他怎樣拿筷子 由你教 啊 不是 我一定要學一個正宗的拿筷子 我再試一次 �ast Calibun 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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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到地上 夾到writer 食物 好 牛肉麵 真的得l 誰會逗亥 但誰知今天他關了門 但我見他關了門 我就馬上問那個司機 我說這個附近還有沒有很多牛肉麵吃 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他說來個適合地方 這裡是這條街 50步可以走的街 有4間牛肉麵 他說那邊是新開的 但不要看它新開 也不錯的 旁邊這間呢 小吾牛肉麵 他說這個湯比較濃 也挺好 還便宜20元 再過旁邊那間 我想香港人很多人吃過了 就是堅華牛肉麵 所以我決定 相信司機 所以我們決定去 小吾牛肉麵 說時遲那時快 牛肉麵經驗到了 100元台幣一碗 大概除了4個 就是20-30元一碗 這個很明顯就是 直接是有牛筋 還有牛腱的 新鮮滾熱辣 有比香港的湯 這個湯是一點也不辣的 這個湯的牛肉味是比較重 有一點點藥材味 不過我自己喜歡辣一點 可惜它是沒有辣 這個麵呢 麵質有一點 日本那些扁扁的 麵味不算太重 挺堅韌的 好像真的欠缺了麵糰的味道 所以一半 試一下牛肉 牛腱雖然厚 但是不硬 厚 厚 但是不硬 不錯 這個牛筋就很硬了 不太硬 以為它很硬 耳肉很硬 但是不太硬 但是麵來說 不如香港那些 好像更好 我上次一試辣 就真的是旁邊的麵 那些麵 那些麵是很好吃 但是我什麼都沒用 沒得吃 好像的士司機說 湯底真的不錯 但是它的份量真的很大 這個只是中份量 我已經是用盡力去吃 但還有這麼多麵 所以 如果下次你也會來 想試一下這個湯底 這個麵的時候 我看你叫小 為什麼能夠吃到這麼多的麵 但是不浪費 我會繼續努力